最近我有个在矽谷的朋友跟我抱怨 他太太在两个月就要生了 但现在还找不到月嫂帮忙 好的月嫂超级贵 但还是抢破头 生完孩子还得要烦恼 找不到人雇小孩 该怎么样回去上班 顺带一提 加州月嫂行情据说已经破万了 当然是美金啦 保姆时薪也要台币七八百块钱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一天要喷掉多少钱 但现在有钱也找不到人手帮忙的状况 让他身边的白领双新家庭都头大得很 他有朋友就想干脆自己从台湾弄人过去算了 我另一个美国朋友也说 他上次要找人来帮忙维修水电管路 都约不到水电工 好像会搞这一行的人全都人间蒸发了 但根据美国商会跟各大媒体报道 这种人力荒已经成为全美趋势 不只是保姆这种累到爆 又容易引发争议的工作找不到人 不少餐厅啊零售业也缺电源服务生 美国的就业市场在大慈之豪之后 怎么了 到底劳工都去哪里了呢 大家好是范鸡飞 欢迎收看范鸡飞了today看世界 28岁的艾蜜莉亚本来在一家餐厅工作 但因为疫情爆发封城 餐厅没办法开 她顿时就喝西北风 只好搬回老家跟父母一起住 并且就近找了一个儿童博物馆的展览工作 现在疫情算结束 艾蜜莉亚还是继续待在博物馆工作 她说虽然做这一行比之前在餐厅的时候赚的少 但是福利好多了 像这样在疫情期间转职的人很多 我们去年初说过 美国在疫情后出现了大辞职潮 光去年就有5000万人离职 这些离职多半发生在薪资低不能远距 人一定得要来的那种工作 但是根据美国商会这个月发布的报告 虽然离职率很高 但从2020年11月开始 聘雇率其实已经超过了辞职率 也就是说像艾蜜莉亚这样跳槽的人不少 所以叫她大刺之潮 其实不精确 更精确一点讲应该是大洗牌 以餐旅业为例 虽然上个月流失了83万人 但也雇用了110万人 相较之下 同样离职率也很高的护理跟社工产业 回流率就比较低 牛市指出快速解封 推高了业界对于人力需求的预期 使得各家服务业纷纷就因为缺工 祭出较高时薪来抢人 像是从2020年底到2022年底 餐馆跟饭店服务生的薪资涨幅 就高达28% 超过了通膨跟整体薪资成长幅度 高薪跟低薪工作之间的差距 还在这短短两年缩小了四分之一 把从1980年代以后 一直越变越大蓝白领差距瞬间缩小 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就对市场带来了变化 除了人力成本的上升 导致服务业通膨率提高 为联准会控制通膨带来的挑战 美国商会指出 现在餐旅业的流动率高于平均值 问题就在很难留住人 以在洛杉矶当服务生的丹尼来说 她在解封之后就两度换工作 她告诉纽石 因为知道还有很多地方都在招人 所以对大多的工作都不太留恋 直到最近才比较稳定下来 因为她感觉最近就业市场已经疲软了 就像丹尼说的 从数据上来看 这场大辞职潮的离职率 也逐渐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那这样说起来 就业市场应该要逐渐回稳了吧 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劳工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业人口真的减少了 华游指出从2020年以来 美国大约有250万人 因为死亡退休或其他因素 离开劳动力市场 疫情也冲击了不少 本来就准备要退休的婴儿潮世代 许多55岁以上的美国人决定提早退休 而这些人离开后的职缺 就被原本在服务业打滚的人口补上 让许多保姆清洁工 得以就此离开拥有的产业 第二想要更弹性的工作 疫情后的远距工作跟职业转换潮 让不少人开启了新的就业模式 像刚刚提到的丹尼就说 自己之所以会换这么多次工作 就是希望找到越来越弹性的工作时间 好让自己追求演员梦 根据调查 去年美国自由工作者 比前一年增加了3% 是有史以来最大年增幅 73%的自由工作者也认为 这样的工作方式能够更灵活地满足自己的身心需求 另外还有3年轻人不愿意当蓝领 富比市杂志引述调查指出 目前就业市场轻狂不接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多数的Z世代 这指的是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出生的这一群 现在约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这些Z世代从小被教导上大学是唯一的途径 只有5%的受访者的父母鼓励他们就读季职学校 这让许多Z世代对蓝领工作有所排斥 另外目前缺人缺的凶的工作 多半是低技术低工资得要一直面对客户的工作 但现在很多年轻人更想从事有影响力的工作 比如当网红啦 根据CNBC引述报告指出 57%的Z世代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们想要成为网红KOL 有些人则表示愿意为了经营社群媒体辞职 而且他们多半认为 像TikTok等短影音的平台大流行 也让经营自媒体的门槛降低 傅比诗指出 美国劳动市场状况 其实是蓝领工作多到满出来 但需要大学文凭的白领工作 会因为高度专业化需求选人更挑 这就使得许多求职者要面临多轮面试 才有机会找到工作 所以讲人力荒不到正确 是需要蓝领的工作有人力荒 白领工作没有这个问题 这在就业市场上其实蛮正常的 这一波是因为疫情加科技发展 就有了新的重组 而且受冲击的产业也开始调整了 例如在疫情前就缺工了餐饮业 像是越来越多的餐厅就使用了机器点餐 有了Uber送餐 在餐厅里的服务生就不用那么多了 也有不少分析师指出 不久之后一些过去比较不受青睐的 就不会受到AI冲击 让市场上的劳动力再度转向 目前23%的美国工人从事的工作 像是理法师、消防员、保姆等 因为包含了无法轻易复制的实体工作 属于对AI曝露程度较低的工作 因为很难由机器取代 也可以轻松的年收百万 反而是一些白领工作收入会越来越低 皮尤研究中心指出 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美国劳工的工作 是高度暴露在人工智慧风险下的 包括网络开发人员 预算分析师跟技术协作人员 意思是AI有办法做好这些工作的核心功能 所以AI要不是会帮这个职业带来转机 就是会严重冲击这个行业 目前从事这些高度暴露工作的 多半是女性、白人或亚洲人 而且通常有大学的学历 这点已经反映在美国大学 近年入学率逐渐下降上面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 在科技的冲击之下 过去交高额学贷拿到了文凭 等到出社会就没有用了 反而是走学徒制的人增加了 而这些人中有九成 可以有稳定长期的工作 平均年薪7.7万美元 比起文组毕业生的三年九万要高得多了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未来五年全球工作机会将减少1400万个 因为有8300万个工作可能会被淘汰 但只有6900万个新的职位会出现 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对未来的适应能力 我常被团队伙伴们笑 都一起工作多久了 我就是不记得他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因为对我来说文凭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应征新写手都是从part time开始 丢个题目给他们看能不能写 能写的就会留下 重要的不是某某名校的毕业生 重要的是你的技能 我的重点是不管文组理组 不管有没有大学文凭 大家都要有批判性思考能力 都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因为你现在学的真的可能四五年以后就没有用了 那怎么办呢 在学呀 我现在五十多岁 我是很认真的在学做网红 这个是我 曹新成七十多岁 他很认真在学做YouTube影片 现在的学习管道不止一个 你如果很认真学 还觉得学校教的都没用 可能不是你的问题 是这个学校应该被淘汰了 欢迎大家来谈谈 你觉得你在学校学什么最没有用 留言告诉我啊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Day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ght Day国际栏目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在学的Today看世界 天文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使 我们年见